大家好 我是韩泉 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二 这里是台北 这次到台湾来 主要有三个任务 第一个是和台湾的网友退游见面聊天 还有个任务就是和台湾的社区和一些政党进行学习交流 第三个任务是应邀参观观摩台湾的地方选举 那么今天我现在是要走 现在是上午9点15分 我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 应该慢慢腾腾的走 应该是差不多三个小时 走三个小时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看 看看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的产品 看看这个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 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 台湾今天的天气是阴天 可能会下一些雨 所以背包里放着雨伞 今天我穿这件衣服大家都看到了 上海独立的衣服 那么给台湾朋友第一次来看看 看看有人要搞这个上海独立 有人主张上海独立 那么台湾朋友 你们怎么看呢 你们怎么样想呢 台北第一人给我的感觉 有点很熟悉的样子 因为它毕竟是讲这个汉语的 讲汉语的 台湾的这个机车比较多 大家都看到 台湾是机车的国家 很多人骑机车上班 上下班 这边还有自行车道 这个在后面的是自行车道 就是给自行车行人 自行车友 台湾人还是蛮遵守红月灯的 交通规则 我现在过马路 我身后机车 一排机车 看到了 一台机车 我给他们看看上海独立 上海独立给他们看看 上海独立给他们看看 好了 这个手机有点重 觉得有点伤 把它关掉 然后到了故宫博物院 再给大家做一段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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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